大家好 港股昨天升近700點之後 今早早休息一度回吐超過160點 不過低位仍在27,000關口 恆子今早低開62點之後 在27,050點至27,150點之間上上落落 最多跌過162點 低於27,019點 半日成交有481億 恆子中午收市跌70點 收報27,112點 至於國子中午跌32點 收報10,849點 立即找來今天的嘉賓 黃偉豪Rafi和我們請休息一下 Hello Rafi 你好 Hi Harry 你好 今早早市大部份時間都不動 看見中美元首會談之後 將達成貿易協議的期限延遲到明年3月1日 在這幾個月中 特朗普可能又再五時花六時變 暫停貿易戰升級的利好刺激 反映了沒有 恆子在一百天線的支持力度大不大 當然以今天港股來說 相對比較低一點 或者回到一百幾十點 其實你看到整件事來說 反映了整個港股 特別投資者那邊 比以往來得理性一些 或者合避一些 因為像你說的 譬如昨天升打了一些 剛剛過的集特會 中美兩邊都要暫時將整個貿易協議平貨 如果以往來說 可能大家會對這些消息 會覺得是非常利好 可能炒的事都不知道 炒一天半天 可能先炒一段時間 但是你看到昨天升完之後 到今天來說 即時都已經沒有去做一步 向盡破的一個現象 剛才提到 所以反映了真的比較利性一些 至少今次的會議成果 當然是比常人的理想 但是像你說的 還有很多事情要看 一方面剛才都說到 整個會議 趕就趕了暫時停了停火 但是都是要看90天裡面 究竟那個協議是談得如何 因為其實昨天白宮那邊都說 一旦90天裡面 談不完結的話 其實都可能會再徵收關稅 再做一些動作 所以又不是完全沒有了憂慮 再加上其實始終昨天 你看到前天會議員之後 中美兩邊的聲明 當然沒有一個很官方的聲明 其實兩邊的說話都有點不同 變相整件事來講 是不是真的這麼樂觀 或者完全沒有了憂慮呢 我想整個市場現在都覺得 未必是 所以炒得來都會比較理性一些 或者合理一些 不是太瘋狂 但是我覺得暫時的市 雖然今天就沒有再大升 但是整個市場我覺得又不怕 因為除了貿易戰之外 人民幣那邊近年都強了 這都對港股是叫做有利一些 再加上我覺得慢慢有機會 就將那個焦點除了貿易戰之外 可能放在未來加息的因素上面 因為其實這個星期末 美國也要報告那個數據 而之後月中也都有儀式會議等等 所以我可以先等這個數 但只要我整件事出來 不是這麼負面的話 如果港股如果能夠繼續記住 它27000樓上去走 反而我覺得月底之前 都現有機會 挨進市分28000附近左右 所以看法上來說 會比較感慎短線來說 比較樂觀一點 好啊 我又見觀眾想問Rafi 你見到Michael Yang 想問你恆子 會不會補回列口再上 但見到有觀眾 許晴晴又問你 大事會不會回 看來大家的預期都幾不同 是呀 其實你說大家看法 我想都覺得 不敢太過懸賺 但當然我都幾認同 就是今年裏面 特別我覺得10月份 見完低位之後 應該這個月就不會這麼快 即時再打穿 這些24,56%的位置 我覺得明年當然不會有戒心 但今年剩下這大半個月來說 我覺得都會挺正面一點 所以我覺得反而先提到 都仍然有機會 反覆會向上 試高一點點 去做一個年底的結算 所以我覺得如果短線來說 可能隔一些短期好 倉庫的情況也好 可以的 如果近一些 27,000做一個支持位 就算真的跌穿27,000也好 其實下面26,500 亦都是11月份初的高位 亦都是現在10天線左右的位置 我覺得變相 大概這幾百點 這些位置是不真的叫破立失守的話 其實暫時整個事的看法 我只覺得又不是太差 其實中美兩國元首會面 美國拿到中國的承諾都不少 美國財長努欽就說 中國有承諾對於貨幣貶值 會做一些應對的動作 看到人民幣中間隔 今早上都升穿了6.9的關口 大升了492個點子 升幅是2017年6月1日以來最大的 去到6.8939對1美元 這已經是兩個多月的高位 而見到在案價方面 現在已經升到6.84的水平 而你按價都去到6.83 見到中國證券部就說 中美經貿問題達成共識 換和了外匯市場的緊張情緒 Rafi 你覺得年內人民幣再破七的可能性 是不是降低了呢 你預期人民幣反彈空間還有多大 還有港股又有多受惠呢 當然我自己覺得 暫時剛才提到中東市風的氣氛 我覺得理想上不少了 特別中美兩邊都有短暫的情況因素 不過就是接近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人民幣來說 年底之前有沒有機會破七呢 現在的機會性是真的有很多的 但是你說這下特別 可能昨天下午見到離航價開始強了 到今天回來連中間價格都再強到 6.8多這些位置呢 是否等於接下來會繼續強下去呢 這條件事也未必的 我自己覺得要看回幾件事情 剛才提到雖然剛才不斷說 就是那個會面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成果 但是接下來也要看兩邊怎樣談 特別是看消息面 應該下星期左右慢慢開始 中方的代表都會去美國那邊做過 就是大家談過的協商 所以要看一看最終談過的成果是怎樣 如果大陸上下星期 假設你可能談到你又不是那麼正面的 到時人民幣再貶回去 其實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只不過我覺得就即時再宣測 不會更加 但是暫時應該6.85到6.9 附近這些位置可能先下回 我們又看到債券率方面 看到隔晚三年期的美國債券收益率 一度就比五年期的美債收益率 就高了1.4個基點 在2007年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倒掛的情況 其實短債收益率高過長債 都意味著投資者對於長線的投資收益期望下降 市場的信心都減弱了 Raffi看來市場是否都擔心經濟衰退呢 你覺得現在這個倒掛現象 需要不需要擔心一下 對於金融市場會帶來一些影響呢 其實到時會不會觸發股市大幅下坐 是的 當然昨晚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像你說的三年二到五年期 那個美國債券收益的倒掛現象 但是說真的 你說這個是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可能有些少許叫做一些輕微的警號 但是你說是否等於這個倒掛 就覺得整個經濟是有個比較負面一些 或是衰退的情況 因為像你說的 譬如長期債券 突然間這樣下降下來 就是上了去 就是意味著大家那個可能買得要 都不是說這麼高才有個倒掛現象 但是我反而這樣看 如果二分一五六以來看那個 可能美國方面的經濟是否衰退 或者是經濟是不行的呢 反而真的看回再長期一點點 就是可能看十年期債券 還有那個 如果跟比較 看兩年期債券 兩者一段一場去做一個比較 其實暫時兩年期和十年期債券 就沒有真的凍化的 但是明顯那個差距都收到很窄的了 如果以回整個趨勢上去說 有些機會真的下跌回來 可能是有個所謂倒掛買都不出奇 而如果真的這樣走的話 這個掌告要看回一點點 就是可能真的在怕 一來美國方面是一些經濟衰退可能性 二來都是反過來 就是大家覺得美國美聯儲 好像之前加息都加得太多 所以才形成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個網絡 首先是初步的一些警號 但是接下來那個到肺現象 又要嚴重 或者剛才有年期和十年期都倒掛買的話 這個可能真的對美股 甚至到時對港股 都會有一些破壘 這個我覺得到時慢慢來 我都要留意 好啊 我們不如看看A股 因為見到今早都不是很動 可能都是一樣休息一下 見到大摩繼續看中國股市 叫人增持 就說內地很多股份 股值都很吸引 不過中國股市股值低 都說了很久了 但是就見到 近來的確是不向資金的流入 都有些增加 昨天就有整天超過120億的人仔 今早早都有大約29億的人仔 其實A股方面 Ravi 你覺得還可以攀升嗎 我想A股那邊就短剩也一樣 有一個進步反覆去回升的可能性 因為畢竟過去 譬如這半年來講 都一樣受到謀戰因素 其實A股是壓得非常重要的 再加上你說 但始終股值也是去到這麼便宜的一個水位 是 而且譬如早過幾月開始 其實見到我們那邊 都很多不同的招數和政策 去到維延回整個股市 或者刺激回整個股市 所以我覺得這些因素 在短線裡面 年底前 有些比較正面的推動都不奇怪的 但是你說中長期來講 究竟A股是否真的可以再升上去 多一些水位或者大升空間 這個我自己暫時就有一點保留 因為畢竟一方面來講 之前不斷地說的 就是不可能內政政策 或者維延人組叫做第一步 可能令整個氣氛好一點 但是之後A股可不可以再上呢 第一分就是省戶入場的意欲 但是以這件事來講 又暫時未見到太多明顯著 再加上 剛才也說的就是 剛剛這幾天升上來 都是靠回剛剛突然有些比較正面的成果 但是都很認同很多的網民都有說 就是你說這次是否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A股可能只是會 要向上市高一點點 但是你說太大升或者明顯轉勢的話 我自己暫時覺得機要性又不太大 好 大家都要留意著 究竟在3月1日之前 中美最後的談判會是怎樣發展 其實不知道是否昨天太興奮 要休息一下 看到今天其實很多板塊都個別發展 和不是動得很厲害 如果大家想有些甚麼問題 都可以繼續留言 我們就會問回Rafi 不如先看著食品股 因為看到上銀也出了一些報告 看到他削了一堆內需股的目標價 當中包括華潤啤酒、統一、蒙牛和恆安 不過就對華潤啤酒和蒙牛 繼續是買入的評級 其中就繼續看好潤啤 在內地的啤酒行業是一個首選 原因就是內地的啤酒業是繼續整合 還有收購起力中國 改善長期的盈利能力 在全國的同業入面 就是最好潤力提升以必打 而蒙牛就是他當中最看好的中國漁業 蒙牛就是因為看好中國漁業的前景 就說原奶供應是緊張的 將會令到明年的價格戰更加理性 不過見到統一企業中國 以二零就不同命運 他就被上銀下調了投資評級 就由原來買入在一降降到沽售 目標價都大劈到6.49元 上銀就說 統一旗下的即食麵 提升檔刺是缺乏過正面的動力 無理擴展前景也轉了疲弱 同時同業康師傅 就將策略轉移到擴大市場份額 都將會加大行業競爭的壓力 Rafi 見到年初衝敬內需股有得加價 但現在就說內地消費港級 你問有沒有瑞銀這麼看好潤啤和蒙牛呢? 人民幣現在宣定對他們來說有沒有幫助? 當然我覺得內需的板塊 特別剛才說的食品股和啤酒股 其實我覺得看法又不是太負面 雖然剛才跟你說 內地過去這幾個月隨著經濟在閒數 經常聽到消費港級 或者可能消費意欲不是那麼大的情況 但這些對剛才提到一堆食品 飲品股和啤酒股 其實我覺得衝擊不是這麼誇張 畢竟他們賣的產品定位 都不是一些很高端很高檔次的產品 比如說用潤啤這些 雖然你說連拖回來 啤酒行業有加價 但加了價其實內地都不會覺得這些 啤酒產品是一些很高端很貴的東西 所以未必說一個消費港級 會令到銷售面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前景還是比較平民溫溫一些 但是唯一一個問題要留意 就是始終行業的競爭 剛才提到雖然你說啤酒股 啤酒行業的國家界的現象 但是面對的競爭其實都不是很少的 而都認同的確接下來 可能都要繼續行一些整合因素 雖然整合上可能變成看到 比如潤啤這些有機會吃一些 可能其他小的品牌 或者外資進來的品牌 但是這個也都牽涉到 就是到時要整合票一些額外的一些開支因素 雖然未必說即時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炒作性 所以我自己對這些股份的辦法 看法上都會比較叫中性一點 再加上始終本身他們的股值 其實又不是說是一個很便宜的水位 所以你說大升空間又不是說太多 但是差當然我覺得又未至於說太多負面 所以由於整體來說都比較忠誠 剛才你也提到最大要面對的一樣負面因素 就是競爭激烈 看到今天的統一其實都跌了超過半成 他與康師傅的競爭一向都很激烈 看到很近三年的營利增長 有八成都是來自麵食方面 康師傅現在就說把焦點放在搶市場份額 在低端產品上就好像積極了 其實對於統一一個盈利打擊大不大呢 其實如果特別說食品股 可能更加業務很像 可能對於統一康師傅來說 更加看法上真的不是太正面的 這兩者來計 因為特別是早前 上來兩個禮拜當康師傅出業績的時候 看到剛剛這一個業績已經明顯對比 頭半年是走很多 再加上其實剛才是面對整個競爭比較大之下 一來那個產品軍界已經沒有特別提高 雖然你說可能搶市是怎樣的 但是你又反過來不斷競爭 又未必真的搶到完 可能那個軍界都不斷下的話 對他們的毛利那邊的影響其實都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不特別這兩者的食品股 可能的看法上就更加叫 뉴�енной不選一點 所以如果要選了 我也覺得寧願要在這些版國 裡面選擇的話 可能啤酒枯或者蒙黑蒙牛這些 相對可能是更好一點 嗯 如果逐選的話 未必會選出一些食品股 可能會看看啤酒和蒙牛 我們不如就再看看其他觀眾的問題 因为看到有很多观众正在问你 当中Wen Garshing想问你 腾讯700上网空间还有多少 看到今天上午中午收市 都要跌0.7%左右 看到野村最新又再上调目标价 有340元上调到383元 换及内地网友前景将来会有改善 又说预料内地监本当局 可能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初 会恢复游戏审批 可以数除行业的不明朗因素 Rafi 你又有没有看好呢 观众想问你上网多少 当然我只觉得政策那边转不转变 有大家差你港股股限 大家都不会知道 但当然你说最终服一批游戏政策 一定会逛的 只不过是几时 所以变成你用这个角度来说 去考虑信 我觉得如果腾讯在二百多元 我觉得用这些因素来炒就OK的 但现在都差不多320元上 我觉得现在才拼博这件事 就似乎风险可能讲坦证就比较高一点 所以单单就政策面那边 我自己觉得就不敢说这么乐观 我觉得未必即使短线可能有复费的可能性 但是 但是腾讯政策的看法来说 特别是短线来计 我觉得都应该还有一些税位向上网 因为之前除了可能因为政策 或者尤其这边的因素之外 你看到上距一来都类似很多上来 最主要是受到季绩方面有些比较偏离好的 一些比预期好的因素推动 加上走势上说 这一刻都要破一些 譬如之前有破五十天线 现在都破了一百天线这些位置 所以我觉得短线来计 只要能够继续在一百天线流上的话 这一阵反而看着 短线可能三百三百多元这些位置 假计低位有了破 可能是太过中长线的 可能三百多元就买了 其实去到三百三百多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考虑短线自己吃户先 这样就比较合逼一点 好啊 那我们不如再看看 有观众就想问你的银行股 Ravi 见到当中Simon Chan就说 圣诞中怎样看汇丰呢 因为传统经常都说 圣诞中就要买汇丰 但是见到今天 其实汇丰半天还是偏远 跌0.4%左右 但反而他的儿子恒生 今早都挺厉害的 升幅就扩大 中午去到近百分之一 升了 那观众呢 Roi 也想问你恒生可以上网多少 这两个你又怎样看呢 但是未来十二月中有加息 美国那方面可能就 是 我觉得你说虽然十二月中 美国就应该真的都照计要加盟的钱 但是你说对上银行股那个炒作空间呢 应该就真的不是特别大的 因为始终一例今次加息大家都预计了 而来反而刚才都说的就是 看下年的加息报复 以分别上铃铛威尔这样讲话呢 其实大家都预认了加息报复 应该万一都多的 所以对上银行股 就是特别之前一直很老土地炒 一个所谓正式差过阔的因素呢 其实现在就不是说太明显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无论汇丰好或贪远好 未必说太受益得到 但是如果真的在短线的气氛上讲 特别是由先提到 都会有回回回因素的话呢 那我都相信其实汇丰呢 都应该会慢慢有个不错的走势出现了 因为如果你说有个事要再反复地向上 或者要做得好一些的 那腾上汇丰这些主要的男丑呢 其实差点讲不出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这个因素来说 回控都反复地还有一个向上望的空间 所以看一看真的剩下的钱 可不可以借着这些因素试试 平时10元留在这些位置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这两三元是不是都是去到博 可能上去博一个叫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圣诞因素呢 我觉得又没有太过吸引 所以变成现在来说呢 比较适合一些 就是一直持住汇丰那些呢 可能都会继续跳一踢 看回70元留上 但是如果本身没有货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这些位置才考虑呢 其实就不说那么值得博 好啊 但是呢 那只亚仔又怎样呢 就是汇丰那方面可能就 比较值得博了 只有几元税 但是恒生 之前都累积跌了很多下来 那其实这个会不会反而就可以 博一下它反弹空间多一点点呢 其实都是博过短线反弹啦 因为始终说一句 当市一起叫做回稳 或者有一个不错的星勢 那这些的银行股 我觉得都会反复连到好一点点 但是问题就是 恒生可不可以好像之前那样 那么强上200多楼顿呢 现在难一点的 因为始终之前都讲过 就是一来呢 刚才都讲就是加息多个部分 那如果你在美国那边都 下年可能未必会加那么快 或者慢那么多的 那香港这边更加的 息口都调整得再慢一点点了 那再加上之前都看到 譬如同业的中人香港 它那个一些贵的因素呢 就着一些的回复准则改变 IFRS9呢 其实都有些比较大的拖累 那这些都会在恒生身上呢 不排除到可能有机会出现的 那所以我只觉得你说 恒生呢 如果真的再炒菜也好 可能短线先看着 短线193元这些位置先 就是大概11月初的高位附近 那你看看这些位置 破不破到 甚至破到的 可能先再看高一点都不迟 好 那汇丰看着70元 恒生就看着193元这个位置 好 那今天就很多谢Rafi 跟我们解答了很多观众问题 想问你没有持有以上提及过的股份 也没有持有的 谢谢Rafi 亦都多谢各位观众的问题 和您的收看 我和大家就跟进现在恒指 下午开了市之后的表现 看到跌幅就扩大了 现在跌成差不多140点左右 就落到27,040点左右的水平 那今天午视博弈就和大家谈到这里 下午4点半记得收视有机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